欢迎收看《一起学易经》 《学易经》 最初感做不顺心 最初感做不顺心 《学易经》 我来笑海太重演 我来笑海太重演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一起学易经》节目 我是节目主持人嘉芳 易经的智慧是包罗万象 大无其外 细无其内 它包含了科学 物理学 天文学 气象学 生命学 它无数不包 而且我们的师父混元禅师 所教导我们的易经是很生活化的 可以用在我们平常的生活 家庭 医药 事业 以及人跟人之间的对待 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 都会邀请到我们维新圣教 易经大学 接下来要开班 授课初级班的法师讲师 来到节目现场 来跟各位观众朋友说说 我们来学习 易经风水宗教的好处 以及正道的案例 我们今天非常高兴 能够邀请到我们的土城 安心道场圆甘法师 法师你好 阿弥陀佛 你好 主持人好 阿弥陀佛 电视观众前面的大德 大家好 阿弥陀佛 法师好 我跟法师 其实还有蛮深刻的感情在 因为法师的小朋友 全部都已经在我们的 维新圣教 一金属其大专 精进班 都已经上过课了 对不对 而且跟孩子们也都相当的熟识 法师在我们维新圣教 就是完完全全的 就是一个维新家庭 对 法师您的小朋友 目前就是在 我们维新圣教也有在接法吗 有 我师兄也有 全家章算下来 十几位的家族的人 都在我们的维新圣教里面 那法师在跟师父结缘 已经这么久的时间了 那现在目前 接下来也要在我们的 土城安心道场 开新的班级了 法师恭喜 那我们接下来 心中同修 要怎么联络来上课呢 我目前是在 维新圣教土城安心道场 要开班首课 安心道场的住址 在新北市土城区 中央路市段2号7楼 电话02-2268-8583 交通也很便捷 携运永宁站下 还有顶浦站下 顶浦站最后一站嘛 下车以后走4号 4号出口 慢慢的走10分钟就到了 非常的近交通便捷 是交通非常方便 到门到场 对 那明感法师呢 其实平常在跟他相处的时候 还有很多法务的推动 都觉得法师是非常精进的 一位师姐 一位姐姐的感觉 他在师父上课的时候 都做了非常多的笔记 那以及就是 接下来要开课了 那也邀请各位观众朋友 来打这个电话 来上我们初级班的课程 那也好奇法师您当初呢 是怎么跟师父结缘 以及到了现在 我们会在土城安心道场 来一个开班授课呢 我跟我们宗主混原城 师师父结缘 是在20年前 因为上班的关系 都要非常的早起 因为交通的问题 所以早起那个时候五点多 起床的时候就看到 我们台湾电视公司 有播一部叫 《一斤风水面面观》 所以我等待出门上班的 这段时间 我一定每日的就看这个节目 所以看这个节目才发现 我们人在世间上 有那么多的苦难 也有那么多的不如意 往往都自己没办法解决的 这个节目听以后 为什么有的法仪是那么的方便 不管是修行 送金 基家 洋载风水 你要买房子的时候 都可以了解到这些法仪 所以我就非常的喜爱 这个电视节目 然后就从那个时候 投入了我们中文 来开始学修 这个那么好的妙法 是从20年前开始学修 学修以后 我就开始的进入我们中文上 我们的初级班的课程 然后一直到现在 到我们土城安心道场 来开班授课 将这个那么好的妙法 来传扬出去 是 在早期结缘的师兄师姐 大部分都是在我们台式的 节目上面结缘的 对不对 对 然后现在也算是 有点像当年网友的感觉 对对对 到现在呢 法师您 在这样的一个学习过程 那已经 现在已经要开班授课了 那也很好奇想请教法师说 那我们如果说 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 我们来上课的话呢 那我们在课程内容 我们可以学习到哪些的妙法 来保护自己 不伤害他人呢 我们在开班授课的内容 我们就所谓的叫初级班 我们是渐进式的 我们初级班是教易经的占谱 我们从不懂嘛 就开始教基础 易经的基础 教你会学会的装卦 占谱 然后为自己的事情 人地事物 自己都会占 自己都会解卦 人生的道路 一个明灯要怎么走 那还有你的羊仔风水学 我们也有在这个课程 会教我们师父所传的风水 最基本的居家羊仔风水 都会在这个课堂上 教我们所有的学员 还有也会教我们学员 择日 择日是非常的重要 往往在择日方面 我们都依赖别人 不知道这个日子 是不是好 与不好 对我们是 会不会有充盛 或是是非常吉祥的日子 那在择日学 也会在这个课堂上教 那我们中文传授的 就是大校法门 那我们要用修行的法 法衣如何的进大校 那我们在这个课堂也有传授 诵经如何的礼佛拜佛 诵经祈福祈安 来消灾度一切的苦恶 所以在这个课堂 传授的一经心法的占谱 还有风水地理的妙法 还有我们修行的法衣 诵经拜佛礼佛求平安 好 这三个方向 是 除了这三个方向 就是在我们的一经风水宗教上面 还有师父所传的心法 我们也鼓励大家 不单纯是来上我们的初期班课程 进阶到了正期班 会由师父来授课 也鼓励大家 我们可以多看我们的 微信电视台节目 师父在每一段的时期 说讲经说法的内容 都会深入我们的心里 师父会希望 大家如果在有困境的时候 因为师父的一句话 而转进了转念了救了一个人 这真的是功德无量 那在这边的上课内容以及过程上呢 你想请教法师就是我们在土城安心道场 最初学员是怎样的讯息可以得知 我们可以来上课 您当初在招生的部分是怎么让学员们来知道呢 我在土城安心道场开班授课初几班来 已经有六个第一次了 这次是第七个第一次 那这些学员的都是很发心的 有曾经在电视上看过师父的节目 然后知道我们地缘的关系就在土城嘛 他们就会有讯息就会来报名 还有我在土城安心道场有服务 礼拜一礼拜三有问世服务 我们也将这个讯息告知 来请法的善性大德 他们知道以后也会报名 还有就前面六个第一次的学员 接到这个心法 老祖师尊所传师父所授的 那么好的法医 都能够保护了自己 在事业上家庭上得到非常的助力跟法医 他们就会度他们的亲朋好友 知道老师要开班授课了 一梯子一梯子的都是我们学员 度自己的家人亲朋好友 会将这个讯息告诉他们 我们这一班接一班的 都是这样的法源而来的 是很多信中同修都是因为有感应了 然后觉得哇真的想要来一起上课来接法 对 师父要我们大家一起学一经 家庭圆满一条心来保护自己 不伤害大人 其实也是希望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 基本能力来保护自己 因为如果说要马上找到法师讲师 也不是没有那么及时 对 所以会邀请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 来上课我们来接法 那我们在住家上面呢 其实居家平安是我们最重要最希望的一个基本法则 那在居家平安上面呢 法师也会想要跟大家分享在这相关的内容 在这个心法上 我曾经有服务过好几个案例 很值得我来分享 第一个就是因为我本身很喜欢 诵经拜佛礼佛 好 那在这诵经阶段 有一次师父在传访 所以我们除了修行的法衣上 我们拜佛礼佛求了心灵的寄托 给诸佛菩萨来降临加持 那我们在诵经的过程之中 可以将学到的法衣 在自己的家庭生活上 可以收金 也可以化纱 也可以做一切法衣 诵经可以回小向大 又可以回向给祖先 然后你自己担心的一些事物 人地事物 都可以将经典来做最大的回向 这就是做大回向的 我们得到的法衣 我们在诵经我们引经据典 知道古圣先贤留下来的金颤 我们懂得实时的反省 检讨跟去实践 我们在人生的大道之上 我们就减少了很多的障碍 我们也可以自己去度自己的苦恶 仰仗我们的诸佛菩萨来消灾解恶 加持灌顶我们 那这是修行的法衣上 那在另外一部分就是 在这个服务过程之中 给我最大的启示 就是我们眼睛看不到的 身体所感受不到的 那往往就是像有善性大德 有学员 买房子像近期就我们自己的学员 买了一栋房子 他自己沾卦 老师那我还不会看这个卦 可不可以帮助我 所以一看 我就说 你这栋房子是豪宅 但是好像这一个地区 有居住的很多以前人的祖先 的祖林在求度 那这是怎么一回事 你买的这个房子 所以我们这学员就说 老师忘了跟你讲 我们这是一个村庄 这个财团买下来以后 做大型的别墅的社区 所以这前面居住人 就是搬走了 哇原来这是人家的祖先 没有请走 因为祖林得安 我们扬上子孙搬 所以师父常常说 我们要如法如意 我们搬家 你要如法的将祖先的请 请去你的新家 或搬到另外一个地方 那如果没有学修的人 搬家就搬家 祖先也搬了饼 就抱了就走了 只有人搬 祖先没有搬家 对 祖先没有搬 所以在这个法医上 学员开始很开心的说 不需此行 还好买了房子 知道了这一点 那要如何的做呢 所以师父传了 我们占卜知道了 我们还要有妙法 要去协助 所以就请法了 所以就鼓励学员说 要设师父开示的 前屋主的祖先 前屋主的祖先的排位 要超度他 跟他讲 现在这房子是 我已经有缘分买下来了 祖先可以去找自己的子孙 去接受供养了 那又 卦象又看出啊 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灵魂界 这又怎么一回事 所以你看来进我们中文学习 可以知道这一些灵魂界 我们所看不到的 那知道以后 我们要居住进去 我们要更平安啊 不要买了 发费了那么多钱 买了房子住进去 以后不平安 我们就不明不白 懵懵懂懂的过一生 所以就利用了法医 我们有千数的法医 我们有超度的法医 所以你看录我们中文多好 可以学到妙法 可以学到我们的生活法 都可以照顾我们 那另外一点 尤其是 我们的人生时难得 我们的生命的价值观 我们的生命 多来的多么不容易 所以师父常常开示 千年投胎 人生时难得 好 要几千年 我们才能够度化自己 投胎转世为人 那常常就有信徒来问的时候 有的是婆婆 有的是自己的老公 为了自己好难得怀孕流产了 就会为这个寝食难安 来清白以后一张卦才知道 你的房子周遭洞土 他就说对对对 原来自己一印证 就是怀孕的以后 现在很多周遭都会盖大楼 盖房子 甚至修马路 这土杀就影响了 莫名其妙的身体健康之下 就怎么流掉了 是 那就一个 以我自己的案例来说 就是分享 我们要传法一定是 从自己本身做起 那我就有一个媳妇 她怀孕了三四个月 检查也非常的健康很正常 有一天回到家里 突然间肚子痛到不行 儿子就觉得莫名其妙 怎么突然间大痛 是 就送到医院去 医院说 哇他快要流产 你们是不是有跌倒 或是吃错东西 他没有就吃饱饭 就突然间肚子痛了 医生就说不行 要引流 结果后来才了解 问她说 你周遭是不是有洞土 因为孩子在离家里 没有几公里的路 就附近买了一栋房子 早出也是晚归 所以晚上回去以后 就洗澡睡觉 第二天又上班 跟她讲以后她才回去一看 哇我的后面什么时候 挖了大栋盖房子 右边又盖了一二楼了 哇这就是洞土上 所以就是从自己正道以后 在服务的案例占卜之下 这就洞土上造成流产的案例太多了 然后也造成我们自己 身体健康受到冲击 所以这一大宇宙之中 师父常讲外在的力量 宇宙之中的外在的力量 无可抗拒的 只有我们自己 大家学一紧 保护自己 你才能够建构很平安的人生的方向 所以我们的生命价值观 是何其的重要 所以我们要将法 接回去 保护自己 才能够帮助更多的 有缘人 是 师父在我们的生活上呢 这样子一个教导我们 生活的画纱其实它是很简单的 只是我们不懂 我们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而且另外在灵魂界空界 虽然是我们看不到 但是并不能够代表它不存在 在这个世界上呢 与人共存 那我们要用怎样的态度 去跟他相处对待 这在我们的维心圣教呢 我们的初级班法师们 也会为各位来做讲解 那在这边呢 也想要请教法师 就是在我们的修行法语上呢 非常的殊胜 在维心圣教的法语上有相当多的完整 那在正道 您的正道案例上面 在这些修行法语 是不是有比较特别的 可以跟各位观众朋友分享呢 好 我在正道上 第一个 我们常常就是说很喜欢 出去看到东西 我有钱就买 有钱就买东西 买了一大堆 回来最后才发现这也不能用 那也不能用 尤其一些玩偶 或是神佛的装饰品 那还有一个案例 我们就以我们的狮子 我们的风水法则 狮子就是吉祥的 老虎就是比较凶恶的 我们就一个学员很可爱 我们的学员的父亲呢 就送了想说买了一个玉石的狮子 一对非常的漂亮 要丢掉也舍不得 所以一个就送给朋友了 一个就送给我们学员了 那我们学员又很可爱 自己的房子呢 农边没有办法放 我就放右边 就这么一摆了 他开始咳嗽咳不停 然后颈椎也痠痛 那来沾挂之后 我们就跟他讲说 你怎么俯边有放了什么东西 是 会有受损 结果他才说 老师啊 我爸爸送我一个狮子 我就给他放到右边 结果右边呢 才发现前面有一个壁刀 人家的房子的脚来冲他 然后上面呢 有滴水 就滴到颈椎上了 所以他一直咳嗽 一直发烧 咳到好久都没有办法好 那就依我们师父讲的 狮子是吉祥的动物 那你狮子摆到虎边 又只有一只 那放到虎边 那你就编一只老虎 不是凶恶吗 老虎就是肉食的动物 结果他自己震到的 原来老虎 狮子放到虎边就成了虎 也抵挡不了这个煞气 所以你看我们人 跟事物都会互相感应的 所以他感应到主人的身上来了 这就一个最大的例子给我们看 不是所有的动物 或是所有的玩偶 我们随便的就放在居家来 那玩偶 我们就有三星大的来请法的 哇 怎么事业也不平安 一年换了十几个工作 然后自己的身体也不平安 然后最后呢 为什么又会跟自己家里人合不到 沾挂起来很不寻传 就问他 他说买了很多玩偶 就摆到床铺上 睡觉的时候 好像就有小朋友跟我们在聊天 在讲话 有的时候看到好像眼睛又会瞪着我们 这就是师父又分享了这个妙法给我们 我们叫有行必有灵 有灵必有印也有用 对不对 就印上了这个印点 就跟他讲 那你就哪去丢掉好了 就依照我们师父的法医 就让他处理掉了 没几个礼拜来了 恢复正常了 小孩子也不哭不闹了 也不会那么叛逆了 这你就想想看 我们不是说我有钱 有什么不可以 去观光街 看到玩偶 看到可以收藏的石雕佛像 我们就给他请回来 没有如法如意 就会造成我们自己很大的不平安 那用修行的法医上 那看看我们师父传 我们不要求人家 自己如果惊到的时候 你常常要去让人受惊 我们自己就来了 我们常常诵经 经典就可以加持 那像我们家中的老菩萨 已经很老了 他自己送金 也送得非常好 天天都要送四部金 所以我就跟我们家中的母亲说 你常常用的这部金 你觉得身体不好 你就自己依照师父的法医 自己来收 你又心灵升华 又得到法医 你就更平安 所以有的时候 现在我们子女妹在旁边 她觉得哪里酸哪里痛 一个心灵的记头 我自己送金求菩萨加持 保平安 然后我就将金书 顺一顺刷一刷 帮这些灼气 笑一笑 这给我们现在时下 21世纪的我们人类 最大的保障跟福利 为什么大家都上班 科技人了 大家都去上班 留下了我们的父母 年迈的老人在家 无依无靠 要判子女快点回来 有的子女又忙碌在外面 那自己能够送金 自己能够求平安 一个心灵的记头 那又可以用金书为自己加持 用金典来替自己收金 这何乐而不为 所以自己做自己求平安 不假守别人 世间上那么好的妙法 为什么不来接呢 对不对 是 没错 谢谢法师 家有一老 如有一宝 对不对 那我们 在我们维心圣教 也是大校的一个法门 对 希望就是在我们的 长辈呢 以及我们家里的老菩萨 小菩萨 我们大家都是健康平安 对 是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元甘法师 来到节目现场 谢谢法师 感恩主持人 谢谢 也谢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 下一次时间 请继续收看 一起学艺金节目 我们祝福大家 福慧增长和家平安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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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海很赶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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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ロ・海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